心不可爱 老年 隐藏在新竹县最原始深山里 它是部落最美丽的后花园 是上帝赐给部落最大的恩惠 这片剧木群的发现 改变了司马库斯的命运 我第一次来 我好期待好高兴好兴奋 我从台北来到 司马库斯为了一窥里面的剧木 1995年8月 通往司马库斯的道路开通 吸引来自各地观光客造访 不少人就是为了一睹剧木风采而来 带你一同探访伟大神秘的剧木森林 这里是司马库斯部落的剧木登山口处 谁要再走五公里的路程 我们就可以看到令人期待的剧木群了 我们出发咯 前往剧木群五公里的路程可是一项考验 得拿出耐心和毅力来 还好沿途美景处处让人忘却了辛劳和疲累 贵客敲行虫也要和我们一起同行 不远处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翠绿竹林 走在竹林小径上 嗅得到清新凉凉的空气 抬头仰望高耸竹林 阳光只能从小小细缝穿透进来 壮观场景让人仿佛置身电影石面埋伏里 像这样的竹林沿途分成好几个片段 总长约两千多公尺 再往前走小桥流水紧致宜人 水流从山林高处流泄而下 雪白如丝圈 听 这是大自然声音 水池清澈 饥渴见底 这样的溪流美景沿途会经过好几处 还有令人难忘的惊险路段 一边是陡峭的山壁 一边是见底的高深悬崖 从对面山头流泄下来的瀑布成了白色线条 峭壁 悬崖 瀑布山巒与蓝天连成弧线 令人赞叹 进入快木区 淡淡的快木箱扑鼻而来 前头有间小木屋 原来它是洗手间 这可是族人遵从祖先珍惜大自然的指示 运用倒下来的快木建造而成 我从说天空之城 洗手间 大部分都是用快木做的 倒下来的那个快木 我就给它就地取材利用 经过长达两个小时五公里的跋涉 终于来到全台密度最高的巨木群 一颗颗大型快木耸立 直窜天际相当威武 站在巨木底下抬头看 才发现自己多么的渺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九颗按编号排列的巨木 集中生长在方圆两百公尺内 一颗比一颗巨大 有着甚至比零而生 其中编号第七号的巨木 是所有巨木中最大颗的 超过两千五百年以上历史 高约四十五米 是台湾排名前三名的巨木 看到那个神木 真的是很雄壮 很威武 很大 真的很漂亮 神木好大喔 空气又好 九颗之中有一颗是 全台湾最大的午夜中的巨木 值得我们再次来 我们昨天有进到铺道里面去走 嗯 感觉很好啊 看到这里的巨木 阳光从巨木树梢洒落树干上 明暗交错 壮大雄伟 气势非凡 巨木的枝干直立朝上 仿如谢天般上举的双手 令人为之动容 族人称他为母亲 泰雅族语叫雅雅 我们部落里面这个宽木森林 可以说就是它是世界级的 那个它的密度啊 再加上它的外形啊 形态都非常的美 台湾最大的祝福之一 我们的观光客 不管是从任何一个地方来 都有机会去看到 这么好的一个生态 那也借这样的机会 就跟大家一起来 共同去维护这一块大生命 巨木和族人互赖互生 彼此守护 早已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 巨木不只是大地的母亲 更是司马互司所有族人的母亲